來自第幾乎的消息 第幾乎高中在今天上午 基盤單車性人類 華東 總共有400名的學生來參加 華東一開始由學生代表 選特性人性老師 表態迎接新的人生的執任 在路程專頂20公里 並且在六個社區的景點 來聽流介紹 透過華東也讓學生對故鄉有進一步的認識 剛議官到處所基盤的 腳踏車性人類 收窗華東 24號上午在第幾乎高中町長 為這六歲的學生慶祝等大人 華東一開始由學生代表 選特性人性老師 表達性人之後 贏接到新的人生執任 你包括自己官到處處長張翠瑤 第幾乎鄉長有娘共町來賓 也為學生第一項頭經 完成傳統新人類的受驚儀式 那在嘉義縣已經辦理了第五年 我們一共今年規劃了有三場 第一場是主旗高中 第二場是永慶高中 第三場是協志高中 那期盼的就是說 透過單車騎乘的活動 來宣誓16歲的人生就要開始 那也是一個自己負責的一個人生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在鄉下習俗裡面 16歲就是等大人要做16歲 那你就要拜天公 感謝所有神明的護幼 跟父母的一個栽培 虽然在這幾乎高中的國三 教育、教育、三年 幾乎的學生總共四百多人 騎到台北進行轉等20公里的路程 路頭當中分別在這幾乎車站 六萬車站 喧嘎文化紛鬧 三三國王廟 幾乎屁山鹽 幾乎東萬冠定力的頂點停留 由台風中樂 和文化紛作者來解釋 讓這些也向新人的學生 真是不了解自己心中的故鄉 第幾個個點表示 希望學生 自由這次的意識 在市場和來賓的見證 就好之下 了解生活和感恩的意義 可以健康、心動、人動、鄉土 來講現社會 聲音新聞 大家看第幾個鄉蔡鳳不得